我们现在在买冰粉的时候 有一个实惊不媚的大哥 捡了一个苹果手机 然后呢他要邮寄给司祖 他是在机场捡的 他邮寄给司祖 然后我们就叫这个司祖 给警察说 让警察帮他邮寄这个手机 这位就是实惊不媚的大哥 还给司祖 让警察帮他邮寄给司祖 因为这个手机的司祖在外周 警察正在忙 正在扯罚单 前面有个车违规 好警察忙完了 警察出来了 警察还在忙 现在警察正在跟司祖说话 帮他翻一下嘛 帅哥 你就是当时寄给他不理解 是美国人吗 是美国人 住在巴士 是美国人 我们刚刚设计了什么 对吗 所以你也想要什么 你也想要什么 你好 你也想要我们 把电话给你 你也想要把钱购买 给你帮我 我给你帮你帮我 你帮我给你帮他电话 你电话是谁 好的 我又不会接他的 你帮他 没有账吗 没有账吗 什么账吗 这是收钱的那个账 收钱的 收钱的 这个司祖把说把这个邮费给给 现在穿黑衣服这个大哥呢 帮这位实惊不媚的白衣服的大哥当翻译 因为警察呢 他不帮别人邮寄 我给他寄吧 我给你留个我的微信 你叫我个微信 你弗洛里拉来的 对 我也是 我刚刚 做餐馆了 对呀 还回去是吧 没这么快 没那么快 寄了我到时候发给你 让他谢谢 就做个好事 今天刚剪的 他也不是没有在等吧 他也去外周了 对我知道 我给他寄一份 他不知道去哪里 你寄一下 我的微信就行了 我们在华人社区 祥映和金山大哥 祝人为乐帮助华人社区 所以每天出来 捡好事 捡了好事 要做好事 对吧 让别的族裔看一看我们中国人 对吧 我们华裔是优秀的民族 大哥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自己是派遣师 现在报税结束了 来这边帮你们助人为乐 参选 参政议政 好吧 明天去华盛顿参加 美国华人联盟 感谢你们 Rain or Shine 风雨无毒 去邮局 把这个手机 立刻就邮寄给狮子 这位食音不媚的白衣大哥 他是做餐馆工作的 圣经小吃 我吃过了 下一次 给他寄那个了 好的 你去吃午饭还是 吃午饭 吃午饭 因为刚下飞机 好的 谢谢你 都是在外州打拼的 全美国打拼的 这些餐馆各行各业 在强烈需要劳动力的情况下 他们还是把法拉圣当成自己的家 有的时候过来休假 你会见到很多这样 怎么称呼你呢 我叫王文也是外州过来 摆杯水 然后马上就去罚生的邮局 那个手机的请你吃饭今天 他说转给我钱 让我给你 不用 没有 他发给我 我是转达 我说你再吃饭 我去着做 他不用 他刚转给我 一起吃饭 下次下次一起 他转给我了 说我要不我给你干嘛 给了50块钱 转了100 没有 转了100 我要给他寄那个东西 20几 先不妹要得到表扬的 好好 谢谢 做好 这是好吃吗 吃好吃 做能量 这钱是你自己给的吧 没有没有没有 他真的转过来 真的转过来 哦 没有了 美国人都会这样感谢的 因为这一部手机买了 要1400块 哦 你要是丢了再去补 他这是iPhone 13啊 13 Pro啊 13 Pro 哇很贵的 来到了 每个邮局 现在就给老外寄过去 因为他住在外住嘛 这邮费还是挺贵的 可能要寄个快捷嘛 因为没有手机的话 是非常的不方便 你看这就是爱心的传递 爱心的接力 这种程度 你怎么办呢 你有个小箱子吗 你哪有个箱子 我只要把箱子 保护得好一点 必须放在盒子里 放在信封里 它容易压碎了 填写邮寄的地址 把手机包好了 递到窗口邮寄了 明天就可以收到了 明后天 谢谢 需要签字的 因为这个比较费重的东西 我们要求他要签字的 首先弄完了 我们出去了 好 再见 好的 再见 下次见你 拜拜